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一想 神色显得很是冷淡 此女呢 则望着大厅出口处 目光闪动不定 片刻之后 银发女子长出了一口气 这两个家伙还算识趣 没有留下神念刺探什么 现在可以把天经碑拿出来了吧 此女说着 回过头来盯住了行李 你就这么肯定 我手里的一定是天经碑 若那物不是天经碑才怪呢 不要忘了 当初我部分元神可是你的气灵 也同样看到了经碑上的古文 这一次 你只要能助我夺回了躯体 我手里的小顶本非不再要的 同时 那件八灵尺灵宝也让给你了 通天灵宝虽然珍贵异常 但是在灵界却并不是最顶级的宝物 不过我觉得有些奇怪的是 似乎在我的印象中 你还有什么重宝 但却无法记起来是什么了 你是不是对我的分神动了什么手脚啊 玲珑说到后边 目光骤然一寒 前辈莫非是在说笑 以你的神念强大 我区区一个圆英中期的修士能动什么手脚啊 杭丽心中一跳 但若无其事的回答 哼 少装不知道的样子 你的气灵之约并没有解除 而我有一处和你有关记忆明显的被封住了 看来是和你身上另一件宝物大有关系的 我倒有些好奇到底是何宝物 在你的心目中比虚天顶还要重要吗 云发女子冷笑一声 用不怀好意的目光打亮起了杭丽 你知道又如何 怎么 难道想擒住在下重新逼问一番不成吗 杭丽这个时候脸色已经难看了起来 一旁的人形傀儡忽然身形一晃 和他并肩站立起来 同时呢身上泛起了一层淡淡的荧光 杭丽心中已经有了决定 若是此女真的想见那小瓶子的事情追根问底 说不得只有催动气灵 看看能否将银月强行唤出了 不过更有可能的是 没有等银月苏醒 他就被此女给制住了 毕竟啊 大家想想 那是化神期的神通啊 实在不是我们的韩丽现在所能敌的 说不得呀 三五下就被对方拿下 这还是在对方束手束脚不敢伤害她的情况之下 银发女子听韩丽如此反问道 脸上的寒意就更加浓烈了 一对绣眉渐渐的倒竖了起来 眉宇之间竟隐隐的显出了一层煞气 韩丽惊惊的望着她 刨袖中的两手一只扣入了三眼扇 另一只呢 则暗自的掐动法掘 同时那人形傀儡一只手上 也隐隐的浮现出一张小弓出来 突斥一声啊 这银发女子花容绽放忽然娇笑了起来 竟然露出了一副让韩丽熟悉异常的声音 银月 是你 韩丽待之下 马上尸声叫了出来 祝人 你还真够狡猾的 竟在我和龙梦融合之前 就将小平记忆临时封印了起来 要不是玲珑在里面的空间爆裂中神念大损 让以龙梦为主的神识不得不陷入沉睡中 而我夺得了这具神念之躯的主导权 重新解开了此封印 恐怕呀 还真要被你蒙混过关的 银月笑着说道 方印记忆只是 你不是也同意了吗 否则哪可能如此轻松得手的呀 在判断出了眼前的玲珑 的确是银月神念主导的时候 韩丽大喜过望 整个人也为之一松 虽然我拿回了主导权 但是毕竟神念之力远逊于龙梦 他只要略微休息一段时间 或者这具神念之躯再次受损 又会让他抢回控制的 好在先前他虽然也发现封印记忆的事情 但并未加理会深究 否则这种简陋的封印之法 根本经不起认真破解的 主人真要保留小平知识不外泄 必须对我使用封灵之法了 这种封印密法在我的配合之下 又只有封印有关小平的一丁点事情 足可以万无一失 除非你我一方出世隐落 或者正式解除了弃灵身份 否则就是在灵界也应该无碍的 嗯 也只能这么做啊 不过如此说来 你一旦夺回躯体 真能回灵界了 杭丽脸上的喜色尽收 低沉的问道 并未提起此女为何主动相帮的话 我是不得不回灵界的 否则单凭龙梦一人 是根本没有办法召唤逆灵通道的 而龙梦我和灵龙是一损皆损的关系 戏灵身份只有等你同样飞升灵界之后 我才有机会施展秘术真正摆脱的 银月眼眸中闪过了一丝一色 承认了 一时之间的杭丽无语了 主人还是先施法吧 否则时间可就来不及了 然后会用破解符破开此处的避障 用血刃缠住那个人 主人就趁机潜入那里将天经被激发起来 只要备用镇压住魔器 我就会用灵魂吞噬的神通 强吞行回到原来的躯体当中 只要能吞噬掉元煞圣祖的分神 这就一切都好说了 银月很快地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好吧 那我先布置一下临时法阵 以防的二人去而复返 杭丽点了点头 一翻手掌 顿时呢 手中多出了一叠法旗出来 然后一一击舍而出 一闪之后就没入四周 不见了踪迹 一层青色的霞光顿时浮醒而出 将小半个大厅护在了里边 银月见此一言不发地坐在了原地 杭丽呢 则身形一动 在银月对面盘膝坐下 望着此女精美绝伦的脸庞 平静地说道 我要开始施法了 你要多加小心呀 一说完提醒之言 杭丽两手一掐绝 顿时点点的青光从身上冒出 骨色的咒语之声也同时出口 片刻之后呢 杭丽身上冒出的青光刺目耀眼 彻底的将二人都照在了旗内 让人根本就没有办法分清分毫啊 足足一顿饭的功夫之后 咒语之声是戛然而止 却传出了银月的一声轻呼 随即青光一脸 两人的身形重新显露而出 那婀娱的身影正单手按住额头 日容引先一丝痛楚之色 怎么 没事吧 杭丽眼中隐隐地现出了担忧之色 急忙问道 啊 没事 秘术很成功 就算龙梦重新抢占了主导 也没有办法解开此封印的 事不宜迟 我们走吧 不知道龙梦什么时候重新苏醒的 还是抓紧时间进入第九层 银发女子摇了摇头 神色略意恢复之后 冲韩丽奄然一笑 一时之间的此女笑容 似初战强威 娇柔鲜艳异常啊 韩丽宁神望了她一眼 确定银月真的没有大爱之后 才略微犹豫地点了点头 于是二人起身 银发女子手一扬 一道黄色的福禄 直往虚空处击射而去 结果在高空中 灵光一闪 顿时一片黄霞爆裂开来 一面透明的空间屏障 就凭空显现而出 一道雪光 展在障壁之上 早就蓄势待发的韩力 单手煽动三叶扇 三色火焰和一道巨大的剑气 也就接连喷出 人群傀儡手中的雷火弓 也随之放出了漫天火花 吸在了同一点上 终于啊 杖壁一阵扭曲之后 被距离强行击溃了 一个硕大的孔洞 顿时显露出来 同时鼓鼓磨气 蜂拥而出 银月一声娇翅 身形就在一团雪光包裹之中 飞顿而入 杭壁背后风雷翅一盏 也在银湖中视 瞬间进入了此空间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t85.com 杭壁的身份刚一现行啊 无数的魔器就方滚卷来 眉头一皱之下 另一只手扣住的圆缸 顿时也从袖中飞出 一晃之后 一层银色的光照 就把它护在了里边 漆黑的魔器一接触到此照 表面立刻就发出了 滋滋的侵蚀之声 让护照灵光顿时暗淡了一分 看到此景啊 寒历眉头微微一皱 当年他深入无边无际的 万丈魔渊的时候 那里的魔器都没有此地的可怕呀 可惜的是辟邪神雷所剩无几 这袁刚顿所画的防护照 看起来没有办法 在魔器中坚持太久 只能是速战速决了 心中如此想到 寒历的鞋撇了一眼银月 此女呢现在被那血刃所画的血光笼罩其中啊 魔器附近就是翻滚不停 无法过于靠近 看来此女向那师雄借用此刃 倒也不是没有道理之事 银月召唤一声 就直接向空前中心处击舍而走 行里则身形一晃 往高空飞去 同时顿光渐渐消失 隐匿其他的行踪 这个时候远处祭坛方向 传来了银月几声娇笑 接着数声狼嚎传来啊 再接着那黑甲女子冷冰冰的声音传了出来 哼 你既然还敢回来 也正好 本圣祖就要将你魔化掉了 随着此话刚落爆裂声随即大气 寒历精神一震啊 顿时朝原来的祭坛悄然飞去 片刻功夫 他就出现在了厚厚的云层当中 向下冷冷望去 此刻明清灵悟的神通运转到了极点 在没有被那圣祖分身特意隔绝之下 即使隔着漆黑的魔器 仍可以将下方情形看得一清二楚 这件在原本祭坛所在的地方 多出了一个百余丈宽的一个黑骷髅 那里面呢 是源源不断的往外冒着鼓鼓的魔器 其里边是黑乎乎的 是深不可测 而在这个骷髅上方呢 一团雪光和一团乌芒 却交织闪烁不停 而两者不时的发出阵阵的爆裂之声 掀起的巨大灵压 将附近的魔器都吹得是翻滚不停啊 犹如两条恶龙争斗不下 翻江倒海一般 一时也看不出到底谁占据了上风 寒厉现音乐并无大碍 心中呢稍微放心了一些 瞳孔蓝光闪动之下 朝远处仔细观察起来 虽然先前的空间爆裂 将祭坛彻底的摧毁 但是呢 特殊材料制成的两座石碑 以及材料的特性 应该不会轻易消失的 而其中一座石碑 应该就是激发天惊碑用的 杭力没有多费什么时间 片刻的功夫就通过透视 在一堆碎石下 先发现了两块石碑的踪迹 其中一块呢 还镶嵌着小瓣画龙喜的残骸 另一块则完好的躺在那里 杭力心中大气过望了 扫厉眼仍在争斗不休的黑芒和雪光 当即再次运转了一遍收敛之法呀 将气息收敛到极点之后 悄然的向下落去 下落过程悄无声息啊 争斗的魔物未曾发现分毫 等双族稳稳的落在一片碎石头上之后呢 杭力单手一翻 手中多出了一只玉如意出来 光辉照耀之下 光照上一层微弱的黄光闪动 杭力整个人就诡异的陷入其中 当他一把将那石碑抓到手中之时 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几分啊 杭力一点迟疑都没有 神念一动 腰间的锄带中以蓝色光团飞射而出 正是天性碑 看着这只有半尺来长的东西 杭力将玉如意往头顶一抛 单手虚空一抓呀 就将此物吸到了手中 另一只手呢 抓紧了石碑 灵力的就往蓝色石碑中注入 石碑微颤之下 通体灵光闪烁 显得是艳丽异常 杭力凝重之下 将此金碑往巨大的石碑上轻轻一押 顿时石碑犹如豆腐一般 金碑就无声无息的没入其中啊 还没有等杭力面露喜色一变顿起啊 石碑一下子亮起了一层蓝芒 随之那是重入万金的向下一层 竟直接的脱离了杭力手掌 直坠而下 半截石碑一下子就陷入了地面之中 直直的树立着 而上半部还发出嗡鸣之音 黑洞上空骤人 响起了一声惊怒的爆喝 杭力心中一领啊 想也不想的冲圆钢盾一点 光照狂胀数倍 几乎与此同时 一道黑色光柱一闪即逝的 激势而至 一声巨响过后啊 巨大的光团爆裂开来 大片黑侠瞬间淹没了石碑杖的范围 乱石在黑光中飞快的泯灭化为了乌有 银色光照被黑色拢在旗下 杭力在黑光中啊 乱缠不停 银黑两色格外的分明 杭力脸色微变 一连树道 法觉打到光照之上 顿时光照表面变得光滑异常 大半黑色竟被一划而开 银照总算是重新稳固了下来 而远处的袁煞圣祖分身 只来得及 放出这一击就再次的被银月缠上了 否则再来一两击 这护照肯定是崩溃无疑啊 但如此一来呢 那双手黑狼狂怒异常 不再躲避银月攻击 口中是黑光连连 带着附近的魔器 翻滚树杖之高 齐往银月身上卷去啊 依附不惜再次元气大嘴 也要先击退银月的样子 但是现在这么做吧 显然是有些迟了 地面上突然传浪了一阵 惊人的剧烈晃动 各个角落中数十道光柱 画出惊人的轰鸣拔地而起 化为了数十丈之高的巨大的石柱 各个石柱通体灵光闪动 表面的同时浮现出 颜色各异的粗大的灵魂 但是并飞快地转动了起来 接下来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空间中原本弥散的漆黑的魔器 在那些灵魂转动的同时 顿时飞蛾扑火一般的 纷纷往上是狂涌而去 同时在黑洞高空处 浮现出无数纤细的光丝 一根接一根密密麻麻的 如同支柱网一般 眨眼之间啊 一个光芒闪烁的巨大的灵团成形 体积之大呀 仿佛小山一般 韩力见此情形 自然知道备用法阵已经启用了 不将思索的 继续将灵力往石碑灌注而入 石碑上的灵魂马上随之粗大起来呀 西娜魔器的速度可是更加的惊人 几乎在几个呼吸之间 整个空间的魔器就被吸纳的七七八八 纷纷在没入石柱中不见了踪迹 如此一来呢 原本依仗魔器和音乐对峙的双头黑狼 反处在下方了 黑盲中啊 狼嚎不断 却为那雪光只给逼得节节后退 韩力心中一松 单手掐绝 对准石碑 又一个法掘打出 石碑发出了一阵低鸣的嗡鸣 随之悬浮在祭坛上空的乳白色灵团 气势汹汹的往下一落 尚未接近黑色洞口 那股惊人的灵芽就让还在缠斗中的双手黑狼 大吃一惊 顾不得再和银月纠缠下去 东光一起呢 就要往外盾去 银月朗哼一声 身形一晃之下 竟然在原地凭空消失不见 而灵团一落后 这乳白色的光辖刹那间布满了整个洞口 灵光收敛之后 那黑洞啊 竟然消失的是无影无踪 原地却出现了一层晶莹异常的杖壁 将魔器重新封印在下 那原沙圣祖分身所画的黑狼献此自然知道大为不妙啊 但是目光一扫 立刻落在了封印旁边的那块石碑上 使用过 这画龙喜的此狼几乎马上就猜出了其中的奥秘所在 当即脸线凶狠啊 狼手一声低吼 狼蛆就在黑盲中模糊不清起来 随即身形移动 竟然同时化为三条一模一样的狼影 直奔寒厉和石碑 扑来呀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679回